据说有个大聪明在制作炮炸时 不小心将火药撒在了地上 当他用吸尘器进行清理时 里面的零件竟点燃火药炸掉了房子 可吸尘器真的能让火药爆炸吗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的真实性 刘烟祖来到了爆破试验场 然后在地面放置了一块木板 同时还在木板上铺设了一层地毯 以便模拟在家中的场景 之后他们搜刮了邻居家的吸尘器 但由于找不到合适的志愿者 所以托瑞打造了一个机械手臂 并且它能模拟来回清理地面的动作 格兰认为吸尘器之所以可能引爆火药 是因为里面的电机可能长时间工作会散发热量 同时高速运转的零件与地毯可能产生静电 这样就会进一步点燃火药 而年久失修的吸尘器更容易出现线路故障 一旦发生短路就会产生大量热量 随后格兰往地毯上撒了450克黑色火药 可现实中吸尘器究竟会不会将它引爆呢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 他们在安全位置启动了机械手臂 这时吸尘器缓慢地在火药上来回摩擦 可时间过去一分钟后 吸尘器并没有发生爆炸 之后他们更换了其他吸尘器进行了测试 但无一例外都没能引爆火药 而为了增加实验的成功率 格兰破坏了吸尘器里的线路 以此来模拟年久失修的情况 可这样又能否改变实验结果呢 而经过五分钟的漫长等待之后 尽管此时的气温高达38摄氏度 同时化学纤维的地毯会产生大量静电 但地面的火药依然没有发生爆炸 很显然吸尘器是不能引爆火药的 于是他们将剩余的火药灌入即沉香 然后以自己的方式终结了吸尘器